但是改变这都可以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的亲种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磕了啦 但是比如说这种亲 到时候真的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几乎断掉 这幅度要注意 有的几乎可以亲到 反正这笔法要在亲中再明显一点 然后不要太过于均匀 就是说不要 大家一样处 没有这种 你可以看到它有时候重的很重 这样子 要小心 但是最后就是整体性 就像写字一样 整体看起来是平衡的 你看整体 局部呢不用过于拘谨 这个很慢 像这个就可以重一点 重轻重 然后幅度再多一些 还要注意 这个编排 松松水月 来 加这一时之间 Triple 我们再找一对 你盖印章还是边缘 都没有盖好 小心这个 有些作品盖 这样子变成一个破案画面 我这个是刻 蛮 就是 应该说 王福安加一点 那个什么 去三根了 两个混合 所以我鼻翼没有那么重 但是你把鼻翼就更弱化 几乎更没有轻重 要小心一点 除了这个盖的技巧加强 其他差不多了 也没什么肉可以盖了 差不多 这一张差不多这样 那你下次再刻的时候 再注意一下这些轻重 这不能再修 修了就没肉了 大概就这样子 好 过来这个 莲花跟鱼 来看一下 盖这个超细竹 超细的线条 一定要非常 像这里 你看 这里就一坨 不够精致 叶脉也要小心 就像写字一样 要有轻重 要有层次 比如说有时候 可以几乎断掉 才会有凸出来的感觉 这条鱼是蛮像的 但这鱼头比较大 这大头脸 我的比较细一点 叶脉 没关系 这很像 圈圈刻得不错 但是 这个有点歪掉了 这根歪掉了 你看这 直一点的 这没办法救 但是 就这个细的地方再注意 一样这边缘要注意 斑驳做得不错 可以 差不多了 再把这细线条 然后这叶脉 你看我刻得多近 很细 可以再修小心一点 不要抖抖抖抖 抖得太过度了 让人家感觉不太稳定 好 大概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